师父说的那些佛教故事 神通第一 穆建联尊者 佛国有十大弟子 今天跟你们讲 穆建联他是神通第一 他的修行当年在两千万年 开天眼能看到你的前世和来世 他又是天耳通 天耳通是什么 他能听见 他想听谁啊 他能听见 还有知他心 实际上是他心同啊 他有知过去和知未来的神 穆建联出家前 他跟舍利伯是同学啊 但是他们同学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佛法还没到人间呢 是婆罗门教 印度的古老的宗教 叫佛罗门教 当年没有佛教的时候 佛陀还没到人间来鸿鸿活法的时候 哪有佛教的 他是应师而生的 穆建联与舍利伯两个人都学佛罗门教 两个人非常要好 后来呢 遇到马胜比丘 一同归一佛陀 他们一同归一佛陀 穆建联出家之后呢 刻苦修行 他就会修得非常的神通本领 他曾以神通的力量 试过了莲花色女的诱惑 莲花色女就是有个女的非常非常漂亮 来诱惑那些出家的僧人 所以出家的僧人绝对要聚女色的 所以穆建联的功能 得到佛陀的允许 在佛陀的十大弟子当中 他称为神通第一 穆建联的一生啊 就是辅助佛陀 弘法度身 他是佛陀一生当中 弘法的重要度手 与舍利伯 他们是佛陀弟子当中的叫双贤 贤是什么 圣贤的贤 听得懂吗 当年记载啊 罗陀曾经说过 此二人当于我弟子中 最伪上手 智慧无量 神族第一 就是讲的这两位弟子 神族大家知道吗 就像你们思维一样 我现在想见谁 脑子里想 来了吧 脑子里这个人来了吧 你现在在澳大利亚你想 在中国的妈妈 你想到妈妈样子 在脑子里了吧 像你走过去啊 你要坐飞机的话 你要七八个小时吧 你看看看你脑子里想妈妈到你脑子里来 就在你眼前 你看这个不是叫神父啊 人可以有功能的 一想就到了 当年穆建连他与舍利伯一起到 结耶山使五百个屠众归夫于佛 让五百个屠众归一国同 穆建连还是佛教里众孝道的典范 所以我们说学佛的人要孝顺 这中华传统文化讲孝道 所以你们如果对爸爸妈妈不好 打呀骂呀 对爷爷奶奶外婆外婆不好 打呀骂呀 你们这个人不是个好人 你说我们学佛又有良心 连自己的家里的长辈都不尊敬 你算什么好的人 《佛经》上讲 穆连救母 就是穆建连曾经以神通的力量 他得知啊 他的生母啊 就是他自己生产的母亲啊 因生前造大恶业堕落了地狱 受恒达的苦难在下面 他就求助佛陀 佛陀就告诉他 在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 一百位饮食置于蓝盆中 于蓝盆会 是这么来的 然后购养出家身众 不建连就依此而作 终于使其母得救 把妈妈从地狱里救出来 所以后来庙里呢 不建连就依此 不建连就依此 不建连就依此